从1957年开始 就跟中华民国建交的巴拉圭 是我国目前在南美洲的 唯一邦交国 而2023年4月 他们在总统大选期间 民调暂时领先的 在野党候选人喊出了 从双边的关系中 得不到足够的经济利益 如果未来选上了总统 将会倾向跟中国来建交 而另一方面 中美洲的友邦国家瓜地马拉 也将在近期内 来进行总统选举 那我们的邦交国数目 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而一直以来 拉丁美洲被视为是美国的后院 但中国在此地的经济影响力 却逐年地提升 虽然美国还是拉丁美洲 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是在过去的20年来 中国已经在8个南美洲国家 取代了美国的贸易地位 而在美中对抗的局势之下 拉丁美洲 俨然已经成为了新冷战的前线 美国未来所采取的行动 将牵动了台湾往后的外交关系 特别在国际政策上 没有什么原文的朋友 就看你的利益上面能不能够 你能不能满足他 简单地说我们对方交国利益 能不能够满足他 尤其台湾这样的一个国家 我们面对的是中国大陆 打从80年代起 台湾在拉美的外交形势 越来越严峻 中共对台展开了强力的外交维图政策 其中光泽拉美大撒币强貌地 可是让台湾复备受敌 连年重创 简单说1990年代之前 拉丁美洲它不是一个民主化的 还没有走入民主化 还不是民主社会 大部分国家都是军事独裁的政权 当然很多国家都在上个世纪 就已经承认中国大陆了 不过它在政策上面 它是不支持共产主义 甚至它是非常反共产主义的 可是到了民主化之后 左派的右派的不同的政府上来 那他们的这个政治立场 政治路线 就会开始出现改变 我们以前在拉丁美洲 有很多方交过 美国帮了很大的忙 我们可以讲说在冷战时期 美国它在拉丁美洲 可以说是它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当然它会警告这些拉美国家 你们不要有任何恶心 但是在冷战时期 南美洲就已经慢慢慢慢脱离 美国的掌控 这些国家就是大国 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国际生存找出路 拉丁美洲里最先被攻城掠地的 就属南美洲等诸多大国 除了红色古巴原先就和共产势力扣拢外 巴西 阿根廷 智利密鲁等 都因为原物料的贸易需求 争相和中共建交 到了21世纪改革开放 中国大陆它的发展 它要当世界工厂 它必须要原料 所以它除了拉美之外 非洲也是它一个锁定的地方 只要能够维持它 它那个制造业发展的区域 它就开始大索大脚下去 它来抢资源 巴西 阿根廷 像巴西是中国第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最大的拉丁美洲 最大的出口市场 智利也是 秘鲁也是 中国过来有一段时间 跟五元料关系非常密切 因为五元料是全世界石油 运藏量最丰富的国家 那巴西不用讲 全世界最大的大多出口国之一 到了智利跟秘鲁 就是以铜矿 还有一些矿业原物料出口为主 这些都是中国开始快速成长之后 它所需要的 中共的银弹攻势不容小觑 让台湾对外关系不得不转为实质外交 但对岸却在2016年持续下猛要 喊出未来十年 对拉美的投资额要拉高到2500亿美元 金元外交启动 连带让不占原物料资源优势的 中美洲各国也开始随风摇摆 过去20年我们再没有去把谁 很大胆地把它亮成是个绿灯 它都有些危机存在 因为中国拉拢的力量很大 然后拉丁美洲的我们的这些邦交国 他们都是小国寡民 然后相对贫穷的 那这些资金啊 市场这些引诱是很大的 现实情况摊在眼前 2016年以前 台湾在拉美一共维持11个邦交国 但2016年以后 巴拿马多明尼加甚至萨尔瓦多 陆续想变了新的女朋友 一去不回头 我原来在巴拿马服务 那个时候想 巴拿马不会 巴拿马运河 美国不会放弃的 巴拿马运河是一个战略水道 那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美国没有可能是有断了 所以一个一个断 萨尔瓦多对抗了游击队的时候 是美国帮他们训练的 而且萨尔瓦多的侨慧 在他的经济比非常的重 没想到也断 他不像以前一样 以前就是美国讲日话就好 美国影响力下降 相对的就是拉丁美洲国家 我们的邦交国 他的外交的空间开始变大了 他比较敢去自己决定要在马 其实美国没有办法去劝阻他 美国不会花很大的力气 去帮台湾维持你的邦交 他没有必要去为了台湾维持邦交 然后去打坏他跟这个国家关系 2023年初就在蔡英文总统出访 中南美洲友邦前 黄努拉斯直接狠心关门宣告分手 对台湾来说 这种接二连三的痛 似乎都在预期之中 只是就怕星火燎原 吓得喊菜的究竟是谁 都让台湾挫泪胆 巴拿辉总统也是亲自这样讲 他是候选人是这样讲 他说巴拿辉因为要为了 跟台湾维持邦交 我每年大概要损失好几亿美金 美国就先讲 就是我们蔡总统访问 那个瓜地马拉的时候 他就讲可能下一个就是 那个巴拿辉跟瓜地马拉要断交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国家都要大选了 不止巴拿辉 瓜地马拉接下来也成为 恐怕断交的重点对象 除了大选后 新政府到底谁上台 如何带领国家走向成了关键 加上过去瓜国内战期间 可失去裸裸地长寿过 中共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强大势力 瓜地马拉那个时候 他想要请联合国派维和部队 就是去监督这个和平协议的执行状况 中国大陆利用这个时候 否决 所以说其实瓜地马拉的从那时候的关系 就也不是说非常的稳 所以瓜地马拉那时候在联合国 就不太愿意帮我们讲话 2012年 中国跟瓜地马拉他们的交易 49.4亿 那我们台湾呢是4.1亿 那相对来讲就没办法比 每年在联合国9月联合国大会的时候 大陆方面跟瓜地马拉他们的外交联合 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接触 外交进途的赛场上 或许没有永久可以抱团的朋友 台湾要在夹缝中继续生存 除了靠诚意 也靠捍卫民主价值 尽可能完成艰难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